今天 今天在这里也做一个简单的交流 主要是前两天没有网络 所以给大家讲一些灵散的修行方法 然后下个礼拜一开始讲《大圆满信心修习》 还有《大乘经庄严论》前面已经讲过 前面也说过除了我们学院的佛教徒以外 在外面各个城市里面听课的人有一种毛病是什么呢 比较系统性的课不太愿意听 然后临时的 一些灵散的这些课愿意接受 比如说昨天我讲念主的功德很多人去听 在过年天讲《心心修习》《大乘庄严经论》 觉得只是对他来讲好像没有很多的关系 当然我们如果很严格地要求 除了从头到尾不能听其他课的话 你们就选择一种也可以 但有时候我们比较特殊地开许在这种情况下 希望你们自己有时间的时候最好听 这次我也考虑了很久 后来像大城市里面的很多人确实问法的机会比较少 再加上我们现在对佛教的一些真正的道理 深一点的道理很多人都不说很明白 有些人没有兴趣有些人没有这种习惯 好像学佛临时吃躯通片一样的 临时对他有一种收获 如果临时对他没有收获的话 当下没有对他收获的话好像不太愿意停手 所以我们很多人对闻法没有特别的兴趣 甚至有些人可能不仅仅是闻佛法 对世间的一些知识也不敢兴趣 一讲到学习的时候 或者头疼或者心脏 心烦或者身体发麻 就不太舒服 一讲到一些大麻将或者看电影 因为我有时候故意提一些时间的 我从来没有看过电影 但是我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特别感兴趣 哇 好像心里特别舒服一样很亲切的感觉 所以我们世间人大多数的人对世间的有些法 有时间 有兴趣 有这方面的因缘 而一讲到一些佛教基本的一些专用词 或者一些道理的时候很麻木 没有啥感觉 这也是我们可能很多世间人来讲 这也是一种常规是值得理解的 但是作为佛教徒你已经成了佛教徒 已经皈依了三宝 但是你如果对教义不敢兴趣甚至一窍不动 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说实在 有时候看起来所做的行为是比较可悲的 包括出家人当中也有汉族人当中也有藏族人当中也有 有些人觉得无名佛学院应该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佛学院 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人才精英 只要是山沟里面的人肯定是值得一值的那不一定吧 有时候我们学院里面待了很多年了 但是确实法没有融入相续的时候也是可能跟一般人一样的 甚至有些行为比一般人还差 有些人跟我讲 啊 你们佛学院出来的是某某人的行为如何如何啊 其实我们不敢保证这里面也并不是 如果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工厂可能工厂里面出来的百分之百保证 但是我们这里有时候来几个月的有时候来几年的 但是他们也没有毕业也没有很真实 甚至有些毕业人的习气人的有些行为是千差万别的 所以真正法融入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再加上现在末法时代的很多人不爱学习 听法的意乱没有即使你听了但是法就是法 人就是人 法和人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术本上的法并没有融入自己的心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离开了法的时候 就像我们已经融化了的铁水 铁匠的话 它一旦离开了温度的时候也变成骨体 同样的道理虽然在短短的时间当中 它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受过一定的教育 但是最后离开了这种环境和离开了这种道友的时候 他也有各种各样的行为会出现的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在这里讲这样呢 我们现在作为佛教徒普遍的毛病是什么呢 不爱看书 不爱学习 经常希望一些神通啊 神变啊 就不需要轻作的 就轻而易举的 就很多的这种境界啊 探一些境界 一般来讲有一些佛教水平的人呢 他不会讲境界的 即使他内在是有这种境界 但他不会在宗人面前说 因为知道我们佛教里面的四大根本界当中说妄语呢 自己没有得到的 说得到这就是犯大界啊 如果是居士的话就是犯居士的根本界 如果他是一个出家人的话 出家人的根本界 但现在有些佛教徒明明看到 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境界然后就开始说 如果一说下面的人很容易相信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佛教徒普遍的水平不太高 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欺骗和引诱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应该学习 本来也是大家都知道吧 最近很多信息资料当中也体现中国人不爱看书 然后要强调大家要看书 说实在我也出去的时候感觉很强烈 不管是到欧洲也好到西方国家 他们每一个人拿着一本书 不管坐火车在飞机里面 甚至在任何的场合当中都拿着厚厚的一本书 可是到了这个世界的时候 每个人在书籍上刷屏 除了这个以外 基本上看书的人很少很少的 其实按照藏传佛教的前辈大德的这些专辑里面的话 一个大德在一辈子当中看了三千多本书的 也有这种记载的 也有七百多本 也有两千多本 在整个他的一生当中翻阅过 阅读过很多很多经论教典达特别多的 可是到了今天的时候 我们很多佛教徒恐怕是智学几部经典 两三个经典智学看世间的几本书 除此之外基本上心不在学习上 人一般离开了学习的环境和学习的机缘的时候 可能自己的所作所为成为非常勇俗的 非常低劣的 所以这是从世间角度讲 我想每一个人要提高自己的水平 一定要有一种阅读的习惯 作为大乘佛教徒更不用说了 你要大乘佛教徒需要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要度众生的话 你要知道众生的千财万别不通的这些根基 你要知道根基的话 那众生的爱好是什么 众生的想法是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东西方所有的众生的意乐根基 包括他们的智慧 信心这些都是不相同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一定的学习的兴趣 恐怕是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我今天这里就是在说 护约也好 祈祷也好 权倾也好 释放的佛教徒不要整天的这些限量 不要整天都是讲一些神通 神变 是非 现在有些佛教徒特别爱讲一些是非 真正有一定水平和有一定境界的话 那这些语言是不感兴趣的 它会讲到更深更广更重要的一些境界或者是智慧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首先希望很多人以后应该是 先宗当中是这么讲的 密宗当中是怎么讲的 世间的学术节是怎么讲的 东方文化对它什么样的看法 西方文化对它什么样的评价等等 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呢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值得去探索 尤其是你们很多人年轻 应该会精通一切经论教典 这样的话 我想我们从现在开始 希望佛教徒不要盲目的信仰 如果你去盲目的信仰 成为什么呢 成为一种迷信 然后以前学过的一些佛教徒不要盲目的傲慢 如果你觉得你其实听了两三年十几年的话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为什么 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减少了多少 如果没有减少的话 我们还不断地去闻思和修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外缘的一些学习 互动 交流通过这样的方法才能压制我们的烦恼 和根除我们的痛苦 这样一来人生获得有意义 今天叫什么 好 这样才快乐 我的快乐是喝点茶 看看树 所有的这些信息全部关掉 然后看看树 看看心 关关心 这就是快乐 我的快乐给你们分享的话这样的 今天我们跟大家简单地讲一下 这样才是快乐 我有没有讲快乐的窍诀呢也可能谈不上 总的来讲有时候我们也会看了许多前辈大德的经典 还有论典以及一些窍诀 教言 这个时候是成立在茫茫无边的 苦海里边的有些众生 不断地涌现种种分别念的这些人 比较起来的时候 总自己觉得也是享有一定的快乐 这种快乐与人享受也为上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今天可能利用短短的时间吧 一方面我为什么上课呢 主要是大家共同念普贤喜愿品 这也是一个主要根本的原因 而且今天是我们生遍约的最后一个 也就是说是最后一天这个功德也很大的 还有今天是世界五如日 熟食日吧 世界熟食日跟五如日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世界五如日主要是从85年开始的吧 我记得 他当时为什么这样提倡呢 因为当时很多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农场里面 这些动物感受得非常痛苦 为了呼吁人们应该接少放生 很多三星人提倡这么一个节日要求全世界的人们 3月20号的这一天应该不要吃肉 我们学院应该是可以的 不知道 外面的很多人刚才吃了很多肉现在听课 不过我们有时候吃肉怎么讲人们很喜欢 有习气 但是从某种意义看我们对人的尸体很害怕 人死了以后他不敢把他的肉切成一块一块放在冰箱里面 不敢这样的 但是人们有种习惯 其他动物的肉可以跟它一起煮 比如说人的肉一块一块地放在家里面的话 它可能不舒服觉得说 哇 我家里有这么多人肉 堆在那里的话那一定要把它放出去 在这个冰衣馆把它处理好 否则的话甚至可能包括人的头 或者是人的脚 或者是人的手一块放在冰箱里面的话 你打开的时候心里可能有不同的感觉 但是我们其他动物的肉包括鸡鸭也好或者牛羊也好 这些放在冰箱里面觉得哇 很好 好吃啊 我们说的是猪肉 羊肉 但是人的话就是人的尸体 我们如果动物也是把它当作一种尸体 然后对它享受的时候就详细思考 有些地方也有可能相同知足啊 当然我都感觉现在我那天去了新西南和澳洲那边 他们那边是特别大的工程 其实这里的牛羊特别可怜 因为他一辈子都是灌在一个场里面 身体都是没办法动一辈子都是没办法 一直把它夹垢也没办法睡也没办法 一直把它微微微一直养着到最后杀 从小都是这样慢慢慢慢在一个空间当中 有时候我们一想起人的话人在外面自由 像藏地的一些牛羊比较而言稍微没有宰杀之前 它有自由地在草原上 在山上有自由放行的 但现在很多的农场这样的牛羊 它们都是完全是一种架空在框架当中 水也没办法睡 冬也没办法动 这是一直到死为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 人类确实也是需要提倡舒适 有时候人类也确实是比较可怕的 把别人的快乐 别人身体最执着的肉体 我们把它享用 也就是有些学者说吃众生的肉实际上是吃众生的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也是在这里特别的 尤其是大乘佛教徒尤其是在汉传佛教当中 历来都是非常赞叹俗事观 提倡舒适 除了极个别的一些身体可能确实也是没有肉食 没办法活下去的个别人以外的话 我们特别希望佛教徒也是经常一方面劫杀放生 另一方面自己也是提倡舒适观 这样之后对我们的周围 对我们的环境 包括现在的环境保护和气候等等也有非常大的作用 这是我讲到今天的日子也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每次听到一些现在的农场里面观者的这些众生 可能你们也很多人通过电视也能看到 现在大的一些工厂里面的鸡 鸭这些 它们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养着的 这一点大家也应该清楚的 有时候一想到我们人类确实也是比较可怕的动物 那么我们怎样才是快乐呢 其实我们人类如果没有受到极大的疾病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说我们人类应该是很快乐的 比起这些动物我们在草原上 在那里都是可以自由自在地行走 你晚上睡 你有一定的空间 你白天起来的时候你也可以出门也可以自由吧 这也是一种快乐 其实所谓的快乐我觉得每个人认定的方法不同 如果你认识到它就是快乐 即使你处在一个特别恶劣的环境 你也会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有些人觉得可能有财富快乐那不一定啊 就是没有财富的有些修行人 包括我们看米拉日巴的传记当中 他的这种享受的快乐可能我们一般富裕的人 任何一种凡人没办法想得比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要懂得这样才是快乐 这样才是快乐 快乐所有的众生都在追求 世界上所有的众生都在追求 但真正得到快乐的话应该是内在的快乐是更重要的 因此米拉日巴也说过 内在快乐上未得 未在快乐通苦因 他这样说过他说我们内在的快乐如果没有得到的话 那么外求的快乐很快就变成苦因 这一点可能你们也感觉得到 我们追求名声 追求地位 追求其他的一些世间的 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情之等等 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内心快乐的时候你一直追求 到最后所得到的什么呢也有许许多多的痛苦 所以说我们应该想到在这个世间当中都有不同的一些因缘 这种情况下以前五诸菩萨讲过一个快乐之歌吧 我好像好几年前给大家传说过 他大概的内容我们生病也是应该很快乐的 因为通过疾病遣除我们的障碍 如果没有生病也应该快乐的 通过长寿可以做虚托的善事 如果有钱财也是应该快乐的 通过钱财可以积累更多的福报 没有钱财也是很好的 因为没有钱可以有世间所有的这些痛苦 以钱财等等而得到的 如果长寿也是很好的 人活在世间 具有清净劫的人能做大福德 《四百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所以也是可以积累很多的资粮 如果你没有很长时间的寿命死亡也是快乐的 我们如果早一点离开世间少造一些恶业 所以不管是福也好 强也好或者禅寿也好 得命也好或者说生病也好 健康也好 我们如果另一种方式来无论如何皆快乐 当时这句话当中我记得有这么一句啊 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如果认识到 世间一切的形象和状况应该很快乐的 这是对快乐的一种认定方法 这是无足菩萨的快乐 如果我们真的懂得的话什么都可以 意思就是什么都可以快乐 另一种方式只要有一些修行境界的 其实现在有些修行人也是这样的 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相遇 对他来讲是可以接受的 健康也好 不健康也好 穷也好 富也好 遇到好朋友也好 恶友也好 或者赚钱也好 贫穷也好都可以知道接受的 这是需要一种修行的境界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有时候需要一种快乐 怎么讲 当场有时候产生痛苦的时候很难转为道友 当然我们表面上或者口头上这样说的时候谁都会讲 但是生活当中真正遇到我们藏族有一种说法叫做 这个火星看你落到自己的身上没有 如果火星落到自己的身上都是很难受 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一点火接触到别人身上的时候 我看出来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他自己感受得到 比如说我的家人死了 我家里面出现事情的时候 平时我这样的天花乱坠很不错的 但是真的我遇到痛苦的时候我还是很难受的 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一些其他众生的 其他人的一些帮助 虽然我们很多包括佛教徒都是学大乘佛法的 很多人可能在梦中意义上面 生意当中一切都是远离四边八息的 四手当中一切都是如梦如幻 如扬眼 如岁月 如千踏波乘等等 花花八语来可以说 你在开心的时候你真是一种修行人 闭着眼睛也可以 如钉也可以 安住也可以 但是你遇到困难后遇到违缘的时候 如钉也没办法入 念珠也是起不到作用 然后安忍也是安忍修不下去 什么都开始倒塌 崩溃 就有很多很多的现象 有时候可能人当场在密 旁观在清 旁观在的眼里看到好像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但实际上你自己在当场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实际上可能是最痛苦的 我实际上是最快乐的 有很多很多 麦彭仁波切和藏传佛教的很多大德 有快乐和痛苦转为道用方法 快乐的时候你也不能太过分的执著 傲慢 开心 因为你的这种快乐也毕竟是无常的 过一段时间你也可能会流眼泪的 你在痛苦的时候你也不要特别的绝望和失望 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原因 过一段时间你也会可能开心的 好像我以前讲过吧 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小故事 当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但现在看来很幼稚 但不管是幼稚也好 重要也好 在我这个生命当中也是发生过的 我好像以前讲过 我大概是 应该是你现在三十多年吧 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其他的同学 拉帮结派 打架 打架之后 当时打得比较厉害 我们的部落跟另外一个部落 开始进行打了两天的架 结果我们的班主人开始有一天 班会课的时候宣布 我应该是当时初中一眼级的时候 这个索达基同学我们班的百类 他说还有初中三年级的有一个叫陈培腾 还有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康祝 他们三位说是学校的领导会说要警告开除吧 记得好像是警告开除 警告处分应该 当时我们班主人批评得很厉害说是 如果不是他的权请我可能要彻底开除 但是他通过权请之后这次没有彻底开除 但有一个要求明天要全校的四生大会上 要做书面检讨 当时其实我们班是不到二十个人 人也不多 但是好像在我的感觉上所有的同学都不理我了 好像他们的表情都变成了另一种态度 下课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伤心 特别痛苦 但是我当时自己写一个检讨书的话 都确实是写不出来好像不同顺 然后我就想想办法明天时间也比较着急 以前里面有一个小学老师 这个老师对我也是比较不错的 他也上过一堂课的数学课 然后我就去求他去了我说 某某老师我不能说名字 不然以前我有些讲经里面说名字以后 有些老师后来也给我算账了 然后我说 某某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个检讨书 明天我要全校上我要念这个检讨书 但是这位老师当时特别表情不好 他说 谁叫你打架 我没有说你去打架我帮你写检讨书我才不写呢 然后他就根本不理我其实我也造得不对 因为我刚好大家部落家乡的一个老师 我平时认为他是很好的但是我造的是他 不过当时我可能比较伤心吧 好像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很深刻的 前一段时间我去一个地方开法会的时候 他也在队伍里面拿着一个长长的吉祥哈达 然后我一看到他的时候就三十年前的 我心里面想当时我说你写一个剪刀书的 你不帮我写今天你这么贡心的拿着哈达 后来我想我学了这么多的大乘佛法 不能有这样的制度我就马上把心灵电脑上坏的病毒拴除了 后来他们很多同学 老师都不给我写不给我写的话 我就自己勉强地写了另外有一个同学帮我盖写完了以后 第二天老师也说这次不但学校的校长也参加我们的 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一种批判会议吧 还有当时区里面的区长还有区位书记都参加 非常严重在劝下的这么一个大会上 就开始以我为主的 后来我想我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最可怜的人了 从此之后不管是我们班也好我们的老师也好我也好 没办法抬起头来非常非常伤心 当时我就觉得可能没有希望了看要不要自己离开学校 有这么一个想过这是初中一年节的时候 当时确实很痛苦的 然后后来同样在初中的时候初中三年节应该是81年的冬天吧 那个时候我也感受过一个很不错的快乐 这个快乐当时我们的班主人也说是 我是我们这个班里面的光荣和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得到什么 得到的是整个路火县全县第一名的《江学经》 当时好像我记得是有三十二元钱 但是我也是在全小大的场合里面去领讲 领讲的时候我自己好像是现在来看 可能真的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 好像是或者其他的奥斯卡金奖等等 有这样的感觉 当时我觉得好像是全县的这种奖可能全世界性的 好像在我的心里我可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 但是现在看或者再过一段时间看 当时的那种快乐当时的痛苦非常小的一个范围当中 对个人来讲可能这是特别大的事情 确实我在痛苦的时候当时那些同学对我态度不好 当时那些老师对我态度不好的话 你看现在过了三十多年我还记得有心的 因为当时可能其实人有时候是遇到特别大的痛苦的时候 哪怕是旁边对他稍微有一点安慰的词 或者说稍微服一下这也是可能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觉得是我最绝望最痛苦的时候 这个人对我真正是给了一种复活的甘露妙药 他特别地感激就感激的当你快乐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会呼唤 赞叹会有还颂等等这种情况 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快乐和痛苦 在那个时候对自己来说可能是最大的一种感受 这是一种感受但是这种感受从世间的后来看的话 实际上这不舍得我们世间当中比如说在座的今天这个人当中 有些人可能遇到一些事情心里特别特别的痛苦 但是旁边的人看来这种痛苦不值得一提不足挂持 而真正的从本体上佛教的有些教言本体上看的话 我们现有的感受的这些痛苦的确也是没有什么值得去烦恼 为什么这么讲 莲花仁大师有个教言快乐和痛苦专用的这种方法 快乐和痛苦怎么样盗用 盗用是指的是在修道当中运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这个是后来佛藏大师桑戒郎巴他去除的佛藏 他这里面是怎么讲呢 说说我们世间上所有的这些快乐也好痛苦也好 归根基地 落和苦实际上是我们的心 那么我们的心我用自己观察的时候 其实它没有新庄 没有颜色 没有未来 没有过去没有来源 没有住处 没有去处 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稍微内加观察的时候应该会清楚的 尤其是我们学过一些密法的人完全明白 学过一些中观的人他也会得到的 甚至有些念过《金刚经》的人也是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那么我们的快乐和痛苦实际上它是一个心 这种心从过去 未来 现在来观察也是不可得的 或者颜色 形状 形象来观察也不可得 所以梁花生大师当时也是观察我们痛苦的这一颗心的时候 它的本体是空性的 本体空性的同时 它的自性是光明的 然后自性光明和本体空性的这种因缘在形象上 它可以显现各种各样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心 但是这颗心它并不是痛苦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有点观察内在的这个心的时候 原来其实我们的痛苦的心 只不过是我们没有认识而已 我们如果真正认识的话 你正在好像心里特别不舒服的 有一种感觉 说不清楚 这个来源也许是可能听到别人对你说什么 也许在你的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许你自己身上的疾病等等而引起的 在这个时候这种痛苦我们可以稍微内加观察的时候 原来是心用心观心的时候 心就是空性的 空自然解脱 解脱的本体也是光明和大脑无而无别的 这种修行方法在我们藏传佛教的一些窍诀当中 的确也特别殊胜 这是可能我们一般的一些教言和在世间的一些 现在世间的很多人这样寻找幸福 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呀 快乐是从何而来等等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口号 但是真正从深入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原来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是一颗心 但是这颗心我们不用别人来给我开导 也不用我们吃一些药 有些人因为我特别痛苦 很多到一些物厅里面去有些喝一些红酒抽一些烟 通过麻醉和麻木来刺激自己然后把它忘掉 故意现在有些年轻人特别苦恼实在没有办法 然后它去一些非常不合法的不如法的这些场所当中去面对 或者刺激自己但这个不是方法的 这个是暂时压制而已的 当你麻醉一会儿你收心过来的时候 遭殃你的心灵的痛苦还是会存在的 如果我们真正从根本上知道原来我实际上是一种迷乱的 一种习惯性的执著这个时候我们的痛苦自然而然会接触的 这时候所得到的快乐实际上是一种无漏的快乐 应该说是一种恒常的快乐它不容易改变的 为什么现在世间当中很多修持佛法的人 他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有什么样的遭遇 但是他特别的淡定特别的从容 这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内心的调整跟外在的一些形象 外在的一些药或者是通过看芥末来压制有一定的差别 这是我想我们很多人通过修行 来接触自己的烦恼和痛苦这是非常重要 以前从来没有学过大乘佛法的没有修行的人生活非常苦恼 而且以前我们学会当中也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痛苦 不管是在感情上也好 事业上也好 家庭也好 有许许多多的烦恼 我看好像很多人确实也是比较痛苦 我一直想我写了几本书 其中苦态的人生是非常长效 他一直是在后来我就自己观察 书面还是有一定的关系里面的窍诀也许有一定的不懂 但是确实是上上下下的人都比较痛苦 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没有认识烦恼 我们没有认识自己的心 当你稍微认识到自己心的时候 其实生活当中应该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快乐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 刚才我讲的一样你就喝茶喝咖啡 在那里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 然后看书 学习 这也是人生当中可能最好的一种快乐 或者你经常跟别人交流想帮助别人 做一些利他的事情 这也是一种非常快乐的事情 或者在一些寂静的地方通过自己的禅定来安住 就像佛陀所讲到的一些沙密钉 是快乐的一些沙密钉 无苦的沙密钉 这样的沙漠钉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修行或者快乐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人可能没有这些机会 但是经常需要工作 需要发心 需要做很多事情 稍微内心挑战的话 跟什么人都可以接受什么事都可以接受 甚至有些修行人可能因为前世的一些业力 可能关在监狱里面他也可能过得很快乐的 以前我们藏传佛教的很多大德在文革期间的时候 关在监狱里面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但是他们在监狱里面整个的生活 为常人完全是不同的 因为他内心当中有一些境界 在这个时候他把它当作一种闭关 把它当作一种享受 一种修行 这也是一种快乐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很多的遭遇可以通过修行来 这个时候即使我们可能有一些疾病 他也可以倒用 麦彭仁波切有一个 谁都没有关机啊 你们新来的居士要关机我 对吧 嗯 嗯 好 刚才说的 麦彭仁波切有个教言叫做《内修甘露妙语》 我以前想翻译过来但是一直没有来得及 比较短短的一种修法 主要是一些我们的疾病 转为道用的一种修行方法它是分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疾病 产生的病痛 实际上它是一种净除障碍的因 第二个内容我们发生的疾病 产生的疾病 变成它是一种善知识 它是善知识第三个讲这种疾病可以转为道用 分三个方面讲的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世间当中可能因为众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受到各种外境的影响和内在的业和烦恼的因缘 产生种种疾病但是当你生病的时候可以幻想 就是这种病对我来讲是一种机会 世间当中经常也有种叫做小苦出大苦 一种小的异度共度 就是宝马论当中也有这样的教言 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的疾病虽然比较难受 但是这个就可以遣除更大的 包括地狱 饿鬼 旁生这样的痛苦 因此佛经当中也是说过 使众生头痛的痛苦也可以接触转生到地狱的痛苦 这是佛经当中说的 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遇到这些疾病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种欢喜心来接受 还有可以想到愿一切众生获得快乐 我现在感受的身体上的病痛和心灵的这种病痛 可以接受无量众生的痛苦 这个时候自己无始以来所造的非常多的罪业 一次而遣除 因此这一次内容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告诉我们可能人在生病的时候会要抓住给予 其实这种病痛一方面讲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想 就很不幸我一定要想办法治好 前一段时间冬天的时候我很长时间感冒 不管是吃药也好打针也好什么都不管用 但有时候我也会观想有时候观想也没办法 好像重视希望但如果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一定要想到不管是我生病对众生有力让我生病 我如果康复 健康对众生有力让我健康 有这样的心态这也是很重要的 因此有时候我们看生活当中的一些非常顺利 不一定对你来讲是很好的 有时候生活当中的不顺生活当中的遭遇 违缘 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修行 什么样的修行呢 让你遣除无始以来许多的痛苦无始以来的罪业 从而遣除痛苦所以这是第一层内容 第二层内容就是我们的生病等等把它看作是一种善知识 把它看作是一种善知识那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它观作善知识呢 实际上我们也会想到我们众生如果产生疾病等可以生出出离心 你如果快快乐乐的话好像在轮回当中根本感受不到痛苦的 相续也是不断地产生一种傲慢性 你有了这样的疾病 有些不顺 这个时候可以依靠它自己的修行有着进步 我们知道什么是善知识呢 所谓的善知识以前我不认识的一些道理 通过它的出现我重新认识了这种道理 同样的道理这个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我好像可能在这个世间当中什么都没有感觉的 但是因为我遇到了这种痛苦之后 就重新开始调整自己重新有所信的认识 我们有些人身体好的时候 从来都是不去拜寺院 拜庙不去 因为身体不好后来就开始学佛了 后来到处去求加持求加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身体不好 心情不好 所以五光尊者也是在《窍诀宝众论》里面讲的 有些病魔 外缘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讲是恩得很大的 有时也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可以想如果在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疾病 重新认识轮回重新认识自我 这个时候其实它真正的善知是出现的 因此也不一定是不好有时候我们每个人 凡夫人可能健康我们平时问的时候 你好吗 你身体好不好 我们说身体好的话那很好 身体不好那怎么办 互相都比较着急 但按照大乘佛教的一些教言身体好的话 也许可能你很傲慢 你很懒惰 你不修心 如果身体不好前一道之前有一个人 他说因为我生病现在我开始要修假行可能时日不多了 他身体好的时候从来不想念佛不想什么 一直散乱 但因为身体不好的原因他确定是可能生命无常马上出现 这是什么呢这是第二个观修方法 第三个通过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一些疾病可能会 怎么讲 比如说你生病的话它可以修持 修持什么呢 修持六波罗蜜毒 当你生病的时候知道自己的身体可以布施给一切众生 修持他交换布施毒 当你生病的时候知道自己依靠有罗的身体 始终都是通过戒量不断的因此发愿一定要修除 无漏的智慧和金刚身这也是持戒斗 当你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安忍 安忍的时候以大悲心和自己修行的境界结合起来安住 有些大德不管怎么样生病的时候他就不怕死亡不怕生病 这也是一种安忍这是安忍度 经济当你生病的时候也好中间病得不太严重的时候 一直你以前所修过的这些境界不断地串习 不断地去运用这个叫做精进度 然后禅定当你生病的时候经常安住在空性于自己的心 无二无别的境界当中或者你自己经常安住在观修众生的痛苦 自他交换的方式当中禅定和安住这是禅定度 然后智慧度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自己所产生的这种病苦 然后观想按照上师的教言在生意当中远离一切细论 四处当中如梦如幻这样来摄持这是智慧度 因此作为一个真正有修行境界的人来讲 在一场疾病当中可以圆满留波罗蜜多 可以圆满留波罗蜜多而且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把疾病看作一种净除障碍的扫帚 它是一个非常难风难雨的善知识 同时你依靠这种疾病也可以修持波罗蜜多 如果我们把疾病可以这样转为道用的时候 同样在生活当中出现的任何其他的痛苦也照样可以道用 可以修持所以我们希望很多今天听众大多数说 我相信应该是佛教徒也有个别的不是佛教徒 包括我们学院当中每天晚上有一些旅游的来这里听一堂课 这样也我是特别欢迎这些不学佛的人没有信仰的人 因为他们也照样有痛苦照样有一些烦恼 这个时候也许我们佛教的教义当中对他引起一些思索 也许通过我们一些谦卑大德们的教言和金刚语当中 对他的人生稍微有一点欺敌和欺发 这也是我想我们共同学习的一个最主要的 当然有些佛教徒可能听着听着已经听腻了 已经成了法有子了老油条 老油条的话我一般不喜欢老油条应该心油条 心油条是刚炸的所以吃起来比较好一点 如果油条时间太长了也有一些 不管怎么样油条也好还有其他的都很好 在世间当中来讲还是带有有心的很好的 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在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的话管它的本体 然后可以转为道用这个时候你可能所谓的快乐 应该不是那么遥远的 本来这个世间当中确实也是痛苦比较多的快乐是少的 但是人们共成的 人们共同承认的这种快乐它是一种临时性的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随时都我们可以找到的有些人可能认为 所有的幸福应该只有名声当中得到的 他就拼命的一辈子都是照名声 有些人觉得所有的幸福应该在一种地位 有一个很崇高的地位也可以有些人可能觉得 所谓的幸福就拍照有些人很喜欢拍照 刚才有一个艺术家他的胡子全是白色的 说是他已经好几十年一直在清藏高原到处搞环保 拍照 我想说他的胡子在藏地高原慢慢慢慢变成白色的 所以他的幸福在照相机上面寻找 还有一些人可能他的幸福在所谓的感情上 有些人所谓的幸福寻找在金钱上 有些人他的所谓的幸福在心里 尤其是一些修行人他的幸福可能在心里寻找 当然外在基本的一些生活因素他不能离开的 但是更重要的他去内观 内在心里的时候 原来我们心里更深的一个层次当中 还是有幸福的宝藏 只不过可能寻找他真正能得到他的人为数不多的 所以我们看每个人在无边无际的世界 在宇宙的空间当中每一个人从早上起来睁开眼睛 一直到晚上闭眼之间也寻找幸福 闭了眼以后梦中也寻找幸福 最后也可以说每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的 当天开始一直寻找最后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真正的幸福在那里看你们自己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